爱妃这伤痕每次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既然如此看来今晚朕得留宿郎宫 好好照顾一下爱妃了 爱妃觉得如何 爱妃 你以为你在古代啊 爱妃 你要干嘛 放我下来 谁家伙该不会要对我做坏事吧 不行 我一定要誓死捍卫他的清白 就算是帅哥也不行 只能我吃他的豆腐 你这个坏蛋 快点放我下来 修长白皙的双腿在空中胡乱的蹬着 吞布猛然挨了一记重重的拍打 别乱动 陆云罗的身子猛然一僵 脑袋彻底晕了 不知该如何运转 随后就真的乖乱的趴在纪乌街的肩头 一动都没动 美男 过来 帅哥 多少钱一碗啊 卢节皱眉 如墨的眸子危险地扫向他 他没听错的话 这女人是在问他一晚上多少钱吗 你放心 本姑娘有的是钱 你在这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钱 记住啊 你在这乖乖等我回来 不准跑了 听到没 简本还怒火腾腾的眸子 在听到这句话后微微闪烁 胸腔的怒火被这句话轻易地覆平 内心传来一阵莫名的愉悦 原来他也会怕他跑了 没过多久 陆云罗就抱着一个沉甸甸的红木匣子 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 他来到纪乌街的身旁 将那个红木箱子往他身旁一拍 打开木箱 仰着头的一脸嚣张 怎么样 够不够 本姑娘今晚要 包业 包业是何意 这女人似乎总是在说一些 她听不懂的词语 前面是沉甸甸甸 Salt